这是美国之音在中国时间每个星期六晚上九点钟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保健原地一节目 几乎没有人不知道年度体检的重要性 但是许多人因为工作忙或者认为自己年轻身体没有问题等原因 往往会忽视或者延误年度体检 这样做对于进入中年以后的人来说健康风险就更大了 及早发现一些疾病的症状对于治愈疾病 特别是像癌症这样目前尚无法攻克的疾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今天的专家话题就是年度体检的重要性 演播现场邀请的专家是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的医师姚毅先生 在节目进行当中欢迎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直播电话 向专家提出问题或者是发表自己的意见 参加节目的方法是这样的 请您先播10810或者播108710再播8668375161 另外也要告诉大家美国之音的节目除了通过短播电台和卫星电视播出以外 您也可以登陆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 用现场视频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并且浏览其他最新的报道和影像资料 我们的网址是www.voachinese.com 在开始今天的专家话题之前 我们先来看两则关于卫生与健康的报道 一份有关甲型H1N1流感病毒的最新的研究报告显示 老年人也不能免于这种疾病 另一份报告似乎支持让孕妇优先接种流感疫苗的决定 加利福尼亚的一项最新研究显示 老年人对于H1N1病毒有某种抵抗力的流行观念并不完全正确 发表在这个星期美国医学会杂志上的这份研究报告认为 这种病毒可以感染包括老年人在内的所有人 尽管这些受到感染的老年人绝大多数都有免疫系统减弱或者其他病史 珍妮斯·路易指导这项研究 他从今年4月到8月检查了1000多名加州的住院患者 他说 这项研究得出的一个最重要的信息就是 H1N1感染可以是一种严重疾病 尽管你并不必然面临严重病发症的危险因素 甚至健康人也可以染病而需要住院 研究发现 绝大多数感染这种病毒的老年人需要住院治疗 在一组70到90岁的患者的抽样调查病例中 死亡率为20% 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需要特别护理 并且需要供养 另一项新的发现是 这种流感病毒和体重有关 这是我们在研究中注意到的一个不同寻常的发现 研究初期遍发现了这一点 实际上世界各地的其他研究也注意到这个问题 那就是胖人的住院比例很高 医务人员很早就做出孕妇和儿童优先接种疫苗的决定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在另一项研究中认为 疫苗的确为孕妇提供了良好的保护措施 国立卫生研究院的佛系博士说 资料显示 几乎所有接种了15微科剂量育苗的孕妇 都出现了良好的免疫反应 这可能预示着起到保护作用 世界卫生组织敦促孕妇接种防止这种病毒的疫苗 因为婴儿和孕妇应感染这种病毒 而染上重病甚至死亡的风险更高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医疗保险的问题 根据凯瑟家庭基金会统计 去年美国有超过4600万人没有医疗保险 就在全国上下在医保改革的问题上争论不休之际 有一个城市开始实行自己的健保项目 目的是让没有保险的市民 也能享受到支付得起的医疗服务 到最近为止 在旧金山这座拥有将近80万人口的乐园化城市里 超过6万的成年市民没有医疗保险 在过去两年里 其中四分之三的人都加入了一个名为 健康旧金山的公共保健项目 这个项目主要利用现有的诊所和非营利医院 来满足和协调本市居民的医疗需求 市长加文纽瑟姆 在2006年首次提出了健康旧金山项目 他说 这是一个公共项目 我觉得你进来市政厅的时候 肯定注意到外面还是美国国旗 我们没有把它换成加拿大国旗 放心吧 天没塌下来 世界也没有到末日 这个项目不同于医疗保险 患者从市里30家公立或私立的医疗中心选择一个 在那里他们可以享受到低廉的甚至免费的医疗服务 你有工作吗 没有 那么你怎么赚钱 我不赚钱 我只是在家照顾我的母亲 菲尔乌原来在1500公里以外的科罗拉多州的一家公司操作印刷机 在他为照顾年迈的母亲辞职后他就没有了保险 乌有高血压和高胆固醇 当他来到中国城公共医疗中心咨询时 那里的主任艾伯特瑜向他推荐了健康旧金山 我们与很多医疗专家和急诊室进行协调 我们抛开了中间人 抛开了保险公司 这个公共项目成为唯一的负账人 在健康旧金山项目中 患者每人每月花费市政府300美元 根据收入的差别 他们中有的甚至不花一分钱 其他人每月花费20美元到200美元不等 再支付一些治疗项目的部分治疗费 当然这些钱远不能担负健康旧金山的开交 旧金山的一些企业投诉市政府强迫企业 为每个员工每小时拿出一美元的资金 用来报销他们的医疗费用 为他们买医疗保险 或者投入健康旧金山项目 一些餐馆甚至把这笔多余的开支 算进食客的菜单里 一家餐馆的老板老李托马斯无奈地说 很多餐馆包括我们在内都有同样的担心 总不能让我们关门吧 加州的法律规定 即使患者没钱 医院也必须给他们看病 旧金山官员说 他们的新型医疗项目相比而言 效果更好 尤其能够很有效的涵盖未受保市民 现在每周有600到700人参加了这个项目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保健原地节目 现在我们就开始今天的专家话题 姚一医师欢迎来到保健原地 谢谢 我们今天请您来主要是要谈年度体检的重要性 不过我们在节目一开始 我们播放了一篇关于现在甲型流感的这方面的报道 特别是疫苗 那么现在甲型流感在全球 是大家都非常关注的这样的一个健康问题 关于甲型流感有很多说法 医生专家也不断的在说 这种流感病毒 实际上它的真正的致命性 也就和普通的流感的这样的致命性的差不多 只是流传的特别的快 那么现在美国也推出了疫苗 现在正在注射 现在据报道 好像是疫苗的量不是很够 目前只给这些高风险的人群来注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大家应该不应该对这种甲型流感 就是感到担心感到恐慌 我觉得作为一般的公共卫生理念上来说 那么应该注意防止感染的甲型流感 应该是必须的 一些的健康卫生措施 在这个流感季节 这时候我觉得是应该就是更应该加强 那么甲型流感的疫苗现在已经有了 那么现在疫苗由于这个大量的生产来不及的话 就是可能会出现短缺 那么除了高风险人群推荐 接受注射这些疫苗以外 我觉得一般的人没有注射的话 还是应该经常从最基本的措施开始做起 比如说洗手 经常频繁的洗手 然后注意一些卫生习惯 不要尽量减少到公共场所去 说到注意日常卫生 记得这个甲型流感刚刚爆发之初 今年的四五月份的时候 奥巴马总统就在一次场合上就说过 他号召美国人要经常洗手 那现在我们也注意到 医学专家的确是号召这个人民要经常洗手 在很多公共场所 比如说在美国之音我们的楼里边 就有很多洗手的这样的液体在走廊 随时你走到的地方都可以接一点洗洗手 这洗手真的能够防止感染甲型流感吗 对 因为这个甲型流感病毒 他是在这个正常的这个环境里面 可以存活两个小时 如果患有甲型流感的病人 他的这个分泌物会经常在这个手上 然后他开门把手 会会遗留在那个把手上 然后下一个人呢 他不注意 他就是又开门了 又同样的这个 同样的这个地方 就是把手那地方 就把门打开以后呢 这时候他又摸那个 鼻子 鼻子 经常摸脸 或者是说有时候会碰到什么地方 有时候会拿东西吃 这样的话就是传感染的距离非常非常大 我觉得我本人就是说 每一次就是开门的时候 经常就是拿一张那个T恤 然后那个在开门的时候 要尽量避免用那个 每个人都喜欢推的那个地方 尽量用 不太经常推的把手的那个 或把手下面或什么地方 把门打开 这样这可能只是 一时可能会起到一些作用 但最最终还 假如大家都像你这样认为 我也去触摸那一个 不太有人触摸的地方 仍然还会传染 对 那么最主要的想解决这个问题呢 感谢观看